好 講完了桃園來看新竹了 新竹現在封關前最新的民調 但你來看到的是說 高鴻灣持續的是領先 不過重點來了 雙紅差距真的有在縮小 高鴻灣正營一直在講 民進黨是請全黨之力在打他 目前的支持度看起來 還是有撐住 可是內文是連環報 包括了就是講 高鴻灣現在有秘將等等 有福報薪資 甚至連裡頭的單據都出現 說這個就叫做鐵證 柯建民就直接講了 你直接認罪了 不要再拗了 饒了臺灣好嗎 林卓水則想問這麼一句 他說 打成這樣高鴻丹 現在支持度還在第一名 真的嗎 這個算民調奇蹟嗎 到底是因為高鴻灣的問題 還是因為接下來這個問題 因為新竹市長 過去這一位 當了8年的新竹市長林志堅 好 林志堅他先前開了一個直播 結果現在相關影片又被挖出來了 因為他講了一個非常偉大的發現 他說新竹產系 來聽聽他怎麼說的 玻璃是新竹的特產 也因為有系 新竹產系 所以有了玻璃產業 也因為新竹產系 因為有了半導體產業 半導體重鎮 所以我還是很希望能夠讓玻璃這樣的產業 重新被看見 好 這篇文章現在是PDT的熱銷文章 原因是因為他說新竹產系所有的半導體產業 但這個人他講他本身是個工程師 他說要告訴大家 台灣目前雖然新竹這邊有很多的晶圓廠 但是問題是我們的矽晶圓90%以上的原料 是靠進口的 所以新竹產系這件事情 如果你化學不好的話 可以問一下化學老師 這不是真的 原因是因為這個系 工業用的 你要不斷的精煉精煉精煉 精煉到一個程度 才可以變成所謂的原料 台灣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技術 大家就在講說 這間真的是很厲害 有這麼重大的發明 在網路上笑他再湊他 結果沈慧紅的回應就是 這個叫做網軍帳號 選前突然之間這樣講 肯定有問題 可問題是現在在選舉激戰區確實 八個激戰區這當中就包括了新竹 基隆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宜蘭 南投跟澎湖 對民進黨林喜耀秘書長來講 他說了最近兩週競爭比較激烈 是彰化跟雲林 他講了不敢說穩贏 但是他覺得輸贏一定會 非常的接近 然後強調了這麼一句 說民進黨現在是拼8加2逆轉 那當然國民黨的部分 他們現在喊話了至少要12加2 而且他們強調一個地方 桃園 說只要桃園政黨輪替基本上 綠營就算崩盤了 好所以在林喜耀來講他就會認為 你要是覺得民進黨這幾年做得不錯的話 請用選票來肯定 可是回過頭來另一個邏輯又是什麼呢 為什麼這次選舉大家講了黨主席蔡英文這麼賣力 有人就講因為如果他真的掰咖了選輸了 擔心的是黨內的逼宮可能比選舉還要來的血腥 也因為這樣 所以新竹最近大家發現的是45萬人口的一個城市 幾乎是動用到了總統的規格 網友都在問大秘寶到底藏在哪裡啊 來問一下朱大 你怎麼樣來看新竹產系高宏安到目前為止 其實這個 我們的郭台銘董事長也要說我們 要選一個懂科技產業的來管新竹會比較好 你怎麼看 我先這樣講 我再做一個預言你接下來就知道了 各位你以為現在已經有夠多媒體 夠多頻道在打高宏安嗎 沒有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媒體集團要加入 就是當年最挺韓國瑜的那個集團 你接下來看就知道了 我們業界都知道了 來好好的看 那接下來會怎麼打呢 我先不預測 但我要講的是 在剛剛那個影片裡面 其實他在今年8月9月的時候直播 我就知道了 因為我一邊在自己直播的時候 有網友跟我講 很好笑 你去看 林志堅說新竹產系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我沒有想到林志堅有這麼的無知 但是在這樣子的選舉過程當中 有一個真正的問題是 現在在選新竹市長的沈慧紅 在旁邊點頭如搗算 是怎麼樣 你也不知道 你也以為新竹是因為產系 他還當過副市長 新竹副市長 一個市長 一個副市長坐在那邊 不知道新竹的台積電跟機體電路 是怎麼來的 兩個人說新竹產系 你也幫幫忙 所以這個空不是一個市長空 連副市長也很空的時候 你現在跟我講說那網軍帳號 沒有我早8 9月就知道了 我只是懶得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不知道這兩個人 竟然真的引以為傲 因為他們上架之後 我以為他們馬上就要下架了 所以沒下掉了 沒下掉 後來被人家抓掉 現在有沒有下我不知道 再來我要講的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一直不能理解一件事情 一個棒球場花了12億拉皮 都比人家新蓋的棒球場要糟糕 導致我們職棒球員受傷的 12億的問題球場不抓 現在整個綠營感覺高宏安要選總統 是怎麼樣 你跟我講說他儀式盜領 儀式怎麼樣 牽扯到金額是多少錢 60萬 60萬 然後12億的球場不抓 抓60萬的助理費 我真心覺得這些綠營的媒體 是不是數學也是體育老師教的 在此向體育老師道歉 一個認真的體育老師教的 可能比他們的數學還要好 我覺得這就很荒謬 人民沒有辦法關切 他應該關切的東西 一個真正Qualify 符合資格的新竹市長 郭台銘講的是要懂科技業 我講是至少要讀完物理化學 至少要有一個最基本的 那個系 我先這樣講 我真是這一次 對於民進黨的指路為馬 真是開了眼界 桃園有鄭運棚 開發出新的1奈米技術 新竹有林志堅開發出 新竹地底下產系 全世界都有系 但是因為系很容易氧化 所以多半是以沙子的 二氧化系模式存在 你必須要 我再講下去太多了 你必須要把它還原成 精準的系 不要太難 不要太深 你要用高溫 好 簡單講 就你要經過電解提煉之類的過程 才能夠得到純系 才能拿來做電晶體 甚至到了1奈米的時候 可能不是用系 因為你已經超越他的物理極限 你搞不好用壁 但再扯這個太遠 在選舉期間 你接下來10天 我們就看新竹的選民 會不會對這種抹黑疑似爆料 明明就說罪證確鑿 在檢調不抓 而且你都知道 如果柯建民說你黑 那你真的很黑 你可能比非洲的黑人還要黑 那這才荒謬的一件事情是我最後要講 還有誰記得星星那題的論文抄襲事件 還有誰記得資策會要告高宏安 盜用公款去國外讀書 還有誰記得李傑高宏安的老師 是中共同路人 民進黨有很多的案子太早打了 打到大家都發現 你之前在騙我對不對 你之前跟我講說 這罪大惡極沒有想到又有 更罪大惡極的一件事情 套用一下櫃台的知名主持人 前姓主持人講的 感覺高宏安現在是全台灣最壞的女人 比許巧心還要餓 餓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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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新竹的市民 我們這一拖話就可以看 到底所謂的封關民調有沒有意義 還是大部分市民早在封關之前 就已經決定了他投票的意向 舊有的選舉抹黑戰術 已經不管用了 我很期待新竹市民有不一樣的表現 好 最後10天我們幫他平衡一下 這個林志堅有發文了 發了一天很長的文在臉書上 他說要跟神慧紅說聲抱歉 因為對手是刻意攻擊 然後牽連到他 那他說9月這一場聊天直播 一時的口誤被刻意的剪輯放大 還變成了這對手企圖操作的重點 他說自己的不同場合都有致詞過 對於戲跟新竹有很深的淵源 之前也講過相關的東西 但是以前聽他致詞的貴賓都不會誤會 他強調自己其實是知道的 但是一時口誤 大家沒有誤會 大家都知道你是個蠢才 沒有人誤會過這件事 這有什麼好奇怪 你那個根本不是口誤 大家都自己看影片 他哪是口誤 他就是認為玻璃有戲 新竹是玻璃重鎮 所以因為這樣子 因為有戲 所以才會有半導體產業 他就是這樣講的 這個邏輯非常清晰 我現在沒有人會懷疑這一點 他就是不懂那個戲跟此戲非比戲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 而且他知道竹科 到底為什麼在新竹 他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他完全不知道 我覺得他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嗎 他當八年 他當八年會不會 竹科是在他上任之前 就已經成立的東西 他怎麼會曉得 他小時候不知道 對啊 他那時候 而且拜託 你去為難一個兩篇論文 都是抄來的 你們有沒有良心 所以不要 我跟你講 就放過他吧 小智智真的不懂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柯建民出來說 叫光安不要再拗了 饒了全台灣 如果柯建民 如果這是你的標準的話 那麻煩你先去投胎好不好 你那個已經慶足難書了 你自己害了台灣多少事情 你好意思講 光是你這個小喬的名稱怎麼來的 你喬了多少事情 你要不要自己扪心自問一下 不算了 我懷疑你根本沒有心 你大概不會扪心自問 所以我真的覺得台灣現在就是 比看誰厚臉皮 誰敢硬拗就贏了 你看小智剛還臨別秋波 再來一個硬拗 那我真的覺得民進黨現在的算 你們這邊寫拼8加2逆轉 第一個我剛剛算了半天 朱拉在講話我算了半天 我怎麼都算不出8來 8到底是什麼東西 8是什麼 可能是激戰區我在想 我曉得 剛剛是穩的意思 穩的吧 你民進黨現在有8個地方穩 我真的難以相信 那2是什麼 2的相對比較不穩是哪裡 我真的算不出來 我不會算 高雄算高雄縣市 我不知道 他把台南在裁開來算是不是 這個太神奇了吧 再來 既然說要是逆轉 請問一下台灣幾個縣市 不是22個縣市嗎 你8加2還是不到一半 你逆轉什麼 你在逆轉什麼 你還是輸 只是輸得比較漂亮一點 就是這樣而已 那對蔡英文來講 他當然非守住不可 特別是桃園 因為桃園如果 我跟你講 桃園如果民進黨沒有守下來 又是被人家雙殺 你知道雙殺什麼嗎 第一個 蔡英文被打成掰咖 第二個 鄭文燦這個太子 被打成可能沒機會2024 所以這個對民進黨來講 桃園如果丟掉是一個雙殺局 那我們既然已經雙殺過一次小智 那現在不囉嗦 繼續雙殺 就讓蔡英文常常 什麼叫雙殺的痛苦 是 來 有幾個 高鴻安 我本來沒有那麼想要表態支持他 你知道 主要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因為朱學恆跟他直播 所以我不太想要跟著朱學恆後面 不太高興 為什麼要跟著他屁股後面走 但是我真的覺得太誇張了 第一個讓我非常不開心的是 沒錯 就是你們這句話 新竹45萬人口的小城市 幾乎動用總統規格 你把一個立委辦公室的助理的罰款 然後只有幾千塊 把它當成小金庫 這個大概只有我在十幾年前 跑那個國外秘藏案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劉太英